这是上央最无语的时刻 谈了七年的异地恋女友被秦孝公看上还选为妃子 看着曾经的女友成了如今的老板娘 上央的内心五味杂陈又无以言表 两人曾经约好等上央功臣名就之后就到魏国娶她 然而再次见面 曾经的白月光已经成了高高在上的国君夫人 而自己只是一个左树长 这一切并不是秦孝公夺人所爱 而是卫会王为了离间商鞅和秦孝公关系而设计的阴谋 他知道这是商鞅留在魏国的女友 因此趁着访问秦国之急 将她带在身边 故意让她在秦孝公面前献舞 如此角色美女自然被秦孝公一眼看上 当即选为妃子 此时正值变法关键时刻 商鞅并未当面相认而是默默承受了这一切 并在内心记下了卫会王给她带来的痛苦 在此期间 心法一直受到以甘龙为首的旧贵族反对 这让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处处受制于人 为了给变法扫清障碍 他下令逮捕甘龙并且要将她斩首一锦效尤 作为甘龙女婿的太子迎四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直接当场劫走甘龙并且大闹刑场 然而商鞅完全不给太子迎四面子 不仅数落太子之法犯法 还当着他的面将甘龙斩首 目的就是为了将反对变法的声音扼杀在摇篮中 看着商鞅如此疯 太子迎四差点没被弃封 还当场放下狠话 谁曾想到 太子迎四的这番话正好是商鞅的结局 但此时变法坚决的商鞅顾不上这些 在他看来 太子迎四就算要处罚他 那也是等他当了国君之后的事情 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眼下他要做的就是 惩治太子迎四阻挠心法的罪过 按照秦法 太子应该砍去一只脚 但太子毕竟是未来的国君 不能随随便便处罚 于是这个锅就交给了作为老师的银钱来位 银钱就这样被商鞅斩断了一族 此行为也彻底激怒了太子迎四和公子迎前 为商鞅的结局埋下伏笔 银钱原本相当支持商鞅变法 一直为他的变法出谋划策 如今商鞅的做法直接将银钱推到了对立面 但他的做法也让秦国的百姓对于变法更加认可 让变法在秦国更加顺利 短短几年就使得秦国面貌焕然一新 军队的战斗力也比以前更强 但强兵不是纸上画出来 必须要实战才能检验真伪 商鞅的前女友嫁给秦孝公之后 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智囊处理级 薪酬就恨加在一起 那么商鞅在接下来又将如何用时间报复 为回王夺妻之恨呢